議會第三次第五處定規台會開幕前一天 剛起到市政博客的檔頭戲 回到議長抹獎隊原本哲文幾位 都在行銷跟市政中委開發 定轉案博客的藝術天使順求強姓 對此因為市府發生在閩南路附近 2.8公斤的市民地開發市政強姓 和議員相當歡樂等起一種影響南区的發展 由人要求市府各省家轉案博客公和清策 昆新市區外現在大面積的被 就是原來是疑問的土地被回田成為一個農地 那到底它未來要開發 怎樣我們地方上會不會騰騰 因為有人說要重電 但是它如果重電下來 就是會影響我們地方上的發展 因為重電大概就20年 那這邊的部分我也希望說能夠納入金發景 因為到現在我們都沒有得到消息 針對南區最近有一批很大規模 大概2.8公頃 向農業局申請餘電共生 未來要重電 我們害怕因為這樣的一個狀況 會讓原台南 因為我們的南區很多的餘溫 變成大家都來做所謂的餘電共生 用這個明目一綁20年 南區沒有發展的機會20年 南區除了有機場 有墳墓 還有所謂的黃金海岸 沒有人煙的這種狀況 影響我們南區的發展 萬一明星路 中華西路 下家庭所在已經專領到 在太陽更電設施 也希望 最多關心 對公民和電影的詮集 有更要求 增加專案報告 加上因為都沒有落後 台南最近的狀況 到底如何應變 以為 康佑林也提議進行專案 讓康佑林了解 大家的共度難關 我們現在缺水很嚴重 對不對 雨水什麼時候會來也不知道 那南科 台積電 等等的一個水的使用 還有這樣的一個 包括我們台南市政府 推動相關應的 節水的一個措施 我認為刻不容緩 要因應這樣的一個便吉 所以認為應該要一個小關 我們的節水方面 還有工業上面的這個一個 專案報告內容 今晚議會 對19核開始到21核 連沙龍規委相關的專案報告 也歡迎其民朋友設定 第3邊的共同關心 當然是沒有人關機 您跟蔡宏伯的